除此之外,禅曉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能 令到我们在画过程中,心里感觉到平安、宁静 透过因为禅曉的作品,我们不断重复同一个图案 在过程中,舒缓了我们的老婆的常生活带来的压力 令到我们的手部能够灵活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新的画画方法 不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都可以利用蝉晓菲娃的方法去创造美丽的艺术品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前面这幅黑白灰的画 我们都用蝉晓不同的图案是构成的 蝉晓菲娃是一个方法 蝉晓菲娃的方法 它很简单 也适合大人小朋友甚至一些长者都可以画 如果我没有这个画画的经验 是不是可以画蝉晓菲娃? 不论你有没有以前画画的经验 也不用担心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去画蝉晓菲娃 现在大家面前也有不同的蝉晓图案 也有不同的观察物品各方面 解构成这些图案 其实这些图案有百几二百种很多 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些官方的蝉晓图案才行呢? 也不是 其实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蝉晓图案 你也可以发掘 刚才我说过蝉晓画 我们也可以用立体建筑物去构成 其实这些都是透过立体三角形去画成一些图案 是不是呢?也挺特别的 这幅有什么呢? 这幅是两幅不同的纸砖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像菩提子 小小的那些 其实是一张小的纸砖 它外面大家看到 它是一幅比较大的纸砖 它两个是拼合之后 就好像有幅画那样 如果你在书局或地方找到一个小小小的木架 或者是像我们的上架 就会变成一幅很漂亮的画 又可以送给人 这个形状你觉得像什么? 可能大家都见过 在我们日常生活 甚至吃过 好像一个螺 有些图案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观察里头 是再解构而成一些的纸砖图案 这个就是用原研的纸砖画成的 是透过不同的构图方法 我们画出一幅很漂亮的图画出来 它也是透过用一些纸砖创作的手法 是将不同的图案 画在原砖上面 好了 日后有机会 我再和你们更加深入介绍 再见!